現在回應這個問題 是否肯定羅亞方舟在山上呢? 我們會這樣說 聖經記載羅亞方舟停在阿拉列山上 也有不同的人在古代已經見到 包括不信耶穌的人的見證 所以這個方舟就應該在山上 我們就去找 即是有人去找 不是我們 有人去找 分析了那些上面的構造 到底是不是 即是 fit 了下去 即是 好像 配合 同聖經的形容配合 我們同聖經的形容配合 第一 山上沒有理由這麼高 整個船在那裡 即是 沒有理由在那裡住 即是你如果做居住的地方 都不會找一個山上 整個木船在那裡居住 即是因為他們分辨到 這隻不是居住 不是陸地的建築物 是海市的建築物 如果各樣的條件都符合 還有 因為科學上 考證和人體都覺得是 是不同的 人體都說 真的那些房間 真的一樣東西都是古代的 那些用品又古代 那些植物又古代 又是好像方舟 那樣的形容 那些形狀 所以就應該是方舟 即是人們會這樣 就這樣數 數一下有幾多樣的證據 但是科學家來說 他們就不是停留在那裡的 他們就要 用各樣的方法 驗他的年齡 驗他的東西 譬如和空氣沒有接觸 他們保持的 那些氧化程度 那些 就是那些 輻射那些 那些程度 還有各樣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是其他的物體呢 那到他們很肯定 就是他們的全面性去研究 那樣東西全合了 那時候他才會下一個結論 如果科學性來說 所以 以一個 就是好像一個機構去說 或者政府說 這個是方舟 這個真的需要 頗長的時間 所以 現在就是這個過程 但是其實 現在來說 那些科學家都覺得是 他們自己個人覺得是 但是這個個人覺得呢 滿足 就是 滿足他們 是一定達到的 那滿足我們呢 我想大部份 基督徒都會覺得是 那些非基督徒呢 就可能說 都不知 是不是造假 是否造假呢 那你要分辨是否造假 那是否一樣東西都 適合那個形容呢 但是我們看到的東西 似乎 就是 都 沒什麼可能是另一樣東西 是 適合到這樣的東西的 那 那我想大家熟悉 變成你懂得跟別人說 就是 那 那我 我講完那些證據 才講怎樣 用來傳呼音 那 譬如這裏 首先就是這個 一個個 一格格 都是用木材的 那 那 就 因為 整屋和整船是不同的 嘛 整屋呢 整屋那些木呢 不用在地下那裏呢 建得好像船那麽 那麽 那麽完整 就是 要不漏水的嘛 屋呢 是 屋呢通常是整個牆 四面整牆 就 地下呢 你就這樣用的地下就可以了 你不用整牆的嘛 就是不用整個地下 地下 雖然有些屋是會有地板 但是很多古代屋都是石地的 就是地下 跟著你建些牆上去 但是船呢不同呢 就是它有一個底的嘛 它要整個底 還有那個底重複牆 是要黏到 不漏水才行的嘛 那這些就顯示它是一個 船的構造 那麽還有其他的 譬如它的構造 譬如船呢 又會彎 屋呢 就不會彎的 直的啦 它彎呢 它會彎呢 它會好像向著一個方向 會有些地方窄些 尖些窄些 這樣的形狀 那麽 那麽 OK 那麽還有呢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它們發現有很多的背殼在這裏 就是呢 在那個周圍那裏很多背殼 就是那些水呢 那些水呢 是 那些洪水呢 令到很多背殼都 因為在那個 很大的浪的時候呢 那些水很強的時候呢 那些背殼都會上到山上 所以在那裏地方 周圍都是背殼的 有什麽那些河呢 可以這樣 發到水的 因為這個 那些水是那麽 那麽在天那裏 倒下來 一邊下雨 下得很勁 下得很勁的時候 那些水自然就會流得很勁 就是你 你記得我們上一次香港 有些洪水沖的 有些水不停沖沖的 有時看影片 《聖經》也說過 洪水泛流 這個洪水就是洪水泛流 如果你看過洪水 不知道大家看什麼有否見過 有些渠 水不停沖沖 沖到周圍都沖走 有些屋子在旁邊 越沖越走 車也走 是這樣的情況 洪水我們想到 首先他找到這些 一間間空間 然後就是有些人用的東西 而且好像住在那裡 因為譬如你 普通搭船 譬如我搭船尖沙咀 我們不會做煲 餐 那些運輸的船 是不會放這些東西的 還有那些儲藏 很多食物 有些動物遺留的東西 這也是另一件事 我這裏沒有寫 因為他不是全部的東西都公佈 但上一次我記得是有說到的 有些動物遺留的毛 之類的東西 在荒舟裏面 為什麼船會有這麼多動物呢 這就是 會貼合 荒舟 荒舟因為有很多動物在那裡 而巨大 巨大 這麼巨大 又不是洪水之後 因為洪水之前 人們都沒有這麼巨型 沒有這麼強壯 但是洪水之前 人們發現那些古代的化石 都是很巨型的 有些人就說 化石是多少千萬年 多少億年之前 但是這件事 其實是 不是在科學上絕對證明的 因為它嚴証的方法 他們曾經有這樣的方法 因為進化論的人就說 很多年之前 其實有很多方法 嚴証這個世界並不是那麼久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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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跟你談 我順便講一下這些方法 第一 如果這個地球真的轉了 幾億年 幾十億年 因為地球是慢慢慢的 慢慢轉慢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的星體會吸它 令到它阻慢 它有些阻力的 如果它是億萬年 有些人就說 地球要轉到 行到 地球會變成像 Pancake那樣 就是扁了 但是 是沒有扁到的 地球 還有 那些河流 河流流下來 那些沉積物 如果是有這麼長時間 那些沉積物是多得很厲害很厲害的 但是現在的沉積物 是不是有億萬年的沉積物這麼多的 還有他們也都試過找 有個火山爆發了 或者埋葬了一些 有些生物之類 然後拿出來給它用那些方法去測試 他可能測試一件事就是 今年的 有些測試是幾萬年幾百萬年的 所以那個測試方法實際上 就是他們試過這些是很不準確的 有時候有些是這樣的 他不是測試那些 是測試那些周圍的泥土 那些石那些 那些石不代表你和石同樣年齡 那些石存在很久 還有他們也有時候是這樣 他說有化石 有什麼化石 有這個恐龍 所以就是什麼年代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這樣 那種循環的思想模式 就是說有恐龍 所以是這麼多年 而他們有時候很奇怪的 在進化來說 因為根據進化論 應該簡單的生物在下面 一路變複雜 但是有些化石不是的 倒轉 倒轉頭 是很大的區域 是倒轉了 但是他們就不會看那些證據的 他們會說 根據他們的想法 應該由簡單轉而複雜 所以他們就不會看這些 他們不會講這一類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是有很多 就是很多這一類的問題 但是呢 他們研究這個 就是說那些化石很多年之前 就這麼巨型 那他們就說千萬年之前 那些化石就這麼巨型 但是呢 很多科學家就覺得 是 洪水製造這些石層的 洪水 這一層一層不是 億萬年的 而是洪水的時候製造出來的 這個是 那些基督徒的科學家 他們所發現 也都是 他們用證據證明 好了 那去回這裡就是說 巨型這件事呢 是一個猜想來的 不過根據那些化石 應該是 那時候那些人 是巨型一些的 這樣 所以呢 那些物件 物件也是 就是沒有理由 那些煲這麼巨型的 那你怎樣 你怎樣煲呢 拿上個爐那裡 兩個人 兩個人才可以清 是啊 所以呢 如果4月28日去看一看 我們就會知道一下 感覺一下那些有幾巨型 就是 可以親身去 不會 它不會讓你動的 不會讓你動的 不過你看下去 你就會估計到 那些石頭有幾重 很重 是啊 譬如普通石 一塊這麼小的石頭 我們都拿得起 但是如果石頭 好像那塊那麼大 你就拿不給 即一隻碗 好像那個 這樣的東西 那麼大塊的時候 或者一張椅子那麼大塊的時候 你就說 怎樣拿 那些碗 好像那個椅子那麼大塊 OK 好 那看來那些器皿 那些筍 那些筍 那些筍也是一個很智慧的方法 但是也是很古老的方法 那另外辣青 我也沒有放到辣青 都是很古老的方法 那些筆 那些筆 那麼小 為什麼會那麼微小 因為近代的 也不會那麼微小 那些食物 都不同 像現在 這些就是它裡面 找到的 那些客觀的事實 那些科學家 有大規模 這些科學家 不是全部都是基督徒 其實很多不是基督徒 很多人在那裏研究洪水 研究古文化 因為土耳其有很多古文化 正如我講的那些陣 很多奇特的事情發生 這個是不是跟羅雅出來有關係 不知道 是否羅雅一家人砌那些石陣 是不是有研究過 現在在研究中 研究中是甚麼 有時有些不容易找到答案 後來各樣開會 研究這些證據 那些人就說肯定是 但以科學家來說 都是要再去審查 下一個結論就可以公開宣布 我們發現了羅雅方舟 現在來說就覺得應該是羅雅方舟 OK 好 關於以上的資料有沒有問題 OK 羅雅方舟是至3000年 現在加到2000 即大概5000 是呀 是呀 即是主前3000年左右 主前3000年左右 OK 好 好了 那我們就講一下要來全夫陰用 羅雅方舟是可以是其中一個方法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幫人去想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些方法 首先講一下神的愛 那樣比較容易接受的 即是神 譬如做那麽多好吃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覺 譬如人有感情 那些狗也很有感情 那些動物也很有感情 很有照顧他們的子女 平時那些動物很有特別的能力 就是牽涉很遠很遠都可以的 即是牠好像自動會做的 還有很多動物呢 那些蜘蛛 牠媽媽生了牠 放了牠在那裏 沒出生過 那麽包住了那些蛋 那麽就不懂得動的 跟著牠自己爬出來 就懂得織望的了 那麽所以這些呢 都是證明看到有個神 牠將這種能力放在牠裡面 譬如那些鳥仔 起鬥 那麽媽媽就 弄了一個鬥在那裏 那麽牠就長大 長大之後飛了去 那牠就要做成人 成人鳥 成人鳥的時候 牠又做一些鬥 真的有些很厲害的 剛剛好牠 有時你有沒有看那些 織網 不是織網 織鬥那些 那麽在 就是你怎樣開始 繞一路繞一路繞 繞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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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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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一路繞一路繞一路 然後有個洞走出來 或是做一些很特別的形狀 而根本就算你教,譬如媽媽教,就這樣做 你想想著著著媽媽,就這樣做 都很難教,做給你看看 是不是她就懂得做呢? 但她們不是有媽媽跟著她的 好了,掌成了,她們就會懂得整鬥 一隻公,一隻娜,然後就整鬥 拖了一隻隻蛋出來,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蛋 一隻蛋出來,她為甚麼這次的便便這麼大舊 她又不會懷疑她是便便 她又會坐在那裏,要是她會保持她溫暖 她不會離開很久,她會回來保護 然後呢,她就知道她出生了 她就知道她出生了,她就懂得照顧她了 其實很多東西都看到神那種奇妙和愛 譬如那些毛,我最近聽到的影片說一些羽毛 很特別的 羽毛呢,原來呢 一條羽毛,你見到以為只有那些橫枝 原來橫枝有橫枝的 再有橫枝的 即是有三級的 然後呢,那個小鳥只要做一個動作 他用一個橫枝這樣動 就全部的拉鏈都拉起來了 即是他有拉鏈的 一個是勾在那裏 那他有個影片 不過這些影片多數是英文的 那麼他呢,就給你看 脫了是怎樣的 然後呢,他的嘴一個就扣著了 不僅是一層 三層就全部扣著了 哇,這件事真的很難以想像 即是神的設計 那個羽毛呢,設計得很奇妙 一整過去就齊了 一整過去就齊了 因為他飛的時候,有時候會脫掉 還有骯髒東西脫掉了,黏起來了 那麼他呢,就會清潔清潔 然後呢,整整整的 他的毛呢,就全部呢,就很順 就像你打羽毛球呢 你打幾下就,那些毛就歪了 但是我們整的時候呢,就其實 扣不到歐的 就是我們只是用一手指去整 但是他們會這樣 這個都是神的設計 神的愛 這個呢,就是 用這個開始比較容易一些 或者用人的需要開始 譬如他不開心啊,煩惱啊 耶穌可以幫你啊 而講到羅雅方舟呢 那麼呢,就可以講到 其中一個引言呢,就可以講到 這個世界有沒有發過很多災難 很多災難呢 很多災難呢 現在有洪水啦 很多地方多很多 現在其實 剛剛今天現在都 在大陸都有地方又有洪水 為什麼呢,我們這裡 香港比較地勢 周圍的水,就是海很近 所以水很快流下海 所以下大雨就不會那麼緊 但是有些地方那些水呢 河在上流那裡湧下來呢 就已經是洪水的 這個也是現在發生的事 以前那些彈家人 是不是在那裡生活的呢 是啊 那些海都是這樣 那些船 是啊 但是和洪水是不同的啊 洪水是要,這個 這個方舟是要封住了 但是它有氣窗啊 所以那時候呢 就是我看那套電影呢 講到一個小朋友呢 但是後來他就是成年了 那就是在二十世紀 之前左右的時間 那他就上過那個船頂的 他就看到那個船那裡 蓋住,然後下面有洞的 就是他有形容 我看過影片有一套電影的 那就是說他做氣窗 而不會入水啊 這個東西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水呢 這樣浸來 他這裏這樣遮住 那這裏有氣窗 那些水呢 可以沾進去的 但是就不會流進去 因為它流到下面 就是一定有些水花的 不會說沒有水花 但是呢 它就會流下去 怎樣設計呢 這個都是一個 真是很奇妙 所以我相信上面蓋那個 可能都幾出一下 不過幾出當你很大浪的時候 都會衝進去的 但是就不會整個船 裝滿了 可能少少的水花 但是這個構造很穩陣的 好了 那我主要就講到 這個世界是在變緊 還有這個大戰 世界隨時不知幾時會打仗 事實上是 似乎是避免不到 因為其實現在都在說 就是 不要打啊 不要打啊 今次 譬如以色列和這個 伊朗那裏又可以 又變了一場戰爭 哈馬斯去到伊朗 現在伊朗又射以色列 現在伊朗打 伊朗說以色列打他 其實伊朗就沒有打到 他打敘利亞那裏的領事館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有一些其他的地方打 都是伊朗有關的 所以他就會炸他那裏 然後伊朗就打回以色列 但是呢 就擋了他大部分 現在以色列又射過去那裏 但是呢 就不多的 他說沒有 沒有打到 有人就說不是以色列 因為是本地的 可能是本地發出的一些 我覺得好像是 真主偉大那班 是 那這些 是啊 總之呢 這個國家隨時都可以有戰爭 有不同地方都有這些戰爭的機會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戰爭 好了 那時候洪水 我們就告訴他 這個世界真的有洪水 還有一艘船在山上 那艘船為何會知道 這個洪水就是那時候神懲罰世人 聖經說了將來會再發生 而這個方舟現在呢 已經是 差不多肯定是找到的了 其實我們基督徒來說 我們就肯定找到 不過那些科學家就要再鑽研 鑽研 是不是肯定是方舟 但是呢 應該肯定 因為根據這麼多東西已經是肯定的了 第一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上山那麼高 那麼高呢 你… 你為什麼用上去騎船 還有你怎樣搬這麼長的木 是五個泳池 五個成人泳池這麼長 一個泳池這麼長的木條 你都很難搬 還要搬這麼多條 你上這麼多山 那個山是很斜的 很危險的 神其實都有其的智慧 這個山不是隨意停在哪裏 停在阿拉列山是一個很危險的山 為什麼呢 為什麼危險呢 原來他們上山很危險的 如果有時有些地震 或者石一滑 就會引起石崩 那個山是很不穩定的 有些山是穩定一些的 有些山是不穩定的 阿拉列山就是一個不穩定的山 所以你這樣抬一下抬一下 這麼多泳池 這樣抬上山 怎麼抬呢 只有四個男人 加上四個女人 怎麼抬呢 所以這個真是不可能的事 山上就是會走這一船 那裏面有些古代的種子 又會有這些筍 都是很有智慧做出來的 那些古代的植物和纖維 而且很巨型的東西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怎樣都去 下個星期日自己看一看有多大 那你只是告訴別人 我這麼大舊的東西 那你懂的 那你懂的 可以拍照嗎 應該可以的 他這些全部都拍了 因為他可能有個 擺設的地方 你不可以走過去 不過你可以拍照 一定可以的 那你可以找一隻手 在遠處 比較一下 就是幾隻手 你知道有幾大 有可能 因為那些人找化石 都會說 化石就是 那些生物很巨型的 所以有可能那時候 那些人都是很巨型的 因為那時候 洪水之前 他們長命 所以他們健康很多 就是可以 這個 阿當會到930歲 好 羅雅 五百多歲的時候 去方舟 哇 你想一下 五百多歲 五百多歲 真是 那這個呢 就是讓我們看得到 這個真是神的設計 好了 我現在給大家 和旁邊的那個 聊一下 五分鐘 講一下 給他看到 為什麼這個是方舟 你不用說 很長篇 你只講到 這個世界 真是越來越多 災難 很大可能是世界無日 聖經有講到的 而聖經有講到 以前有一個方舟 是一個事實 很多人難以相信 怎麼會有船 走到這麼高的地方呢 那 之前真是有洪水 就是神真是有能力 用洪水毀滅 所以他都有能力 再一次毀滅這個世界 那 你會不會想關心這件事呢 你會不會想是被毀滅那個 或者是可以得救那個 可以將來的天堂 你可以先說神的愛 但是因為人有罪 所以神有懲罰 以前真的有這個方舟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有好奇 如果你現在想到鄰居 可以幫他傳呼音 你就可以 跟他說這件事 請他去參加聚會 OK 你們兩個兩個 現在講五分鐘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